好 原本预期呢 今年的百货中年庆 可能会受到这个大环季不景气影响 但是百货公司中年庆 开打了第一个周末 从换礼券到一楼的化妆品区 人挤人 要通行都很困难 也因为人太多了 让在场的民众要打手机 简直就跟跨年一样 无法打通 叽叽叽百货公司中年庆 第一个周末 光是一楼就挤到 动弹不得 员工手忙脚乱就连等个手扶梯 也要等得漏漏灯 一楼化妆品更因为人实在太多 手机讯号根本没有 要拨个电话 怎么拨也拨不通 加码到一百二十五号 本来以为上半年 景气差民众就想大门 过门爆了 雪拼指数到这里超级高 就怕民众只逛不买 毕竟什么都涨 今年百货公司各个品牌 想出各种Paybook 想客 搭出超划算特大家庭号组合 就是要让家里的姐姐妹妹 婆婆妈妈们 大家可以一起用 像这罐乳霜一般普通只卖六十末 但周年轻特别加大五百末 虽然算便宜近三万 还有这一系列保养品 也是首推加大版 大概买了多少钱呢 大概是一万零三百 然后你们合资吗 对 大家都说喜记拜拜 景气差 但看看排队换礼券的楼层 统统大爆满 原本是排队 但现在通通得要叫好 一等就是两三个小时跑不掉 人几人从一楼到顶楼 通通都是排队人潮 让好久不见的周年庆 买气四锅回笼了 周年新闻林公民长 此台北参访报道 咸哨 好久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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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见你了